好 大家好 歡迎今天要問台語訪 今天要問台語訪 今天要問台語訪 我們都可以啦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到哲學新集 然後我們今天 這場我們談論的是關於白色小葉群 陳真景的政治受難見證 為什麼選這個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台灣在做很多地方在做轉型證 可是我們好像不知道我們轉型證證在幹嘛 好像政黨輪曆之後那個轉型證證的那個 那個記憶或者是對於過去白色恐怖的記憶 要該怎麼處理的事情 好像都是好像只有聽到有瘋傳到什麼東西 但是不知道真正要做什麼 那包含黨內的公開啦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歷史記憶的不義值的重建 那我想說在政黨輪曆後其實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可是在一般的民間的聲音反而沒有那麼的恐怖 或者說比較擔心的是這個過去的前者 那個民主前輩他們的苦難慢慢離我們遠去 離我們的記憶遠去 所以害怕那個在遺忘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又重複了過去的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透過幾次的關門獎 白色恐怖的問題 重新換起大家一點點的回憶 還有一個是喔 我最近有問到去因為去高中上課 那上課的時候有些小孩子年紀表情 他們大概是高一 然後大概我就問他說他們知不知道太陽化運動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我們認為很大的事情在他們的生活圈裡面其實是不知道的 更何況這個年代久遠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們必須要透過不斷的提醒 不斷的回憶 那那個回憶有時候不是為了 為了記住那種仇恨 其實在某個方面是要記住人性的懦弱 或者記住那個人性的殘忍 那這個事情可以給我們的提醒可能會更重要 那至於星期五我們都有一個固定的慣例 就會讓每個人自我介紹 就是說你是做什麼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活動 那等一下我們先暖場一下 等一下還有很多問題可以親自去 直接來去問我們上面兩位獎者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位 我們的主獎者是陳生錦先生 我們熱烈掌聲一下 本來我是請他帶薩斯鳳來 可能太重了 所以他等一下會被我們表演口技 開玩笑 第二個是 我們大家看過那個流氓勾紙五號 關於那個綠島的那個 女壽型人的一些見證的報導 或者是口出歷史 以及青島東路三號 然後同時 我現在已經聽到過的是 M.P.因為執行長 當主 他也是鄭能龍基金會 之前的執行長 現在的董事 然後再 我們請曹群龍先生 大家熱烈掌聲 我們今天順序就是先請 先今天請你先 王烈鳳姐和你的故事講完 過去的 你怎麼說都會 但是時間差不多 十三五間 用那個 有人聽不懂 台語的舉手 那就 翻譯 翻譯 你翻譯也要聽 你翻譯也要聽 可以吧 讓你感受一下 因為他 因為一個人用母語來表達 他自己的時候 其實當他會最舒服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他不行的話 我們就把它翻譯 中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 稍微聽一下 好不好 要記得 好 我們熱烈掌聲 歡迎 各位晚安 晚安 看今天 第二 我訪問我台灣生 但是 我看到我一個人 台灣人 我去 立島 我修了三個博士 在那裡十二年半 我被判允許 那我現在 我現在老闆 雅樂的 你們看北韓 當北韓 這些親身 親身 親身恩 你們什麼感受 有什麼感想 我們以前像這樣子 比他們還更嚴重 那 我現在講的 就是說 我被抓了以後 跟我看母親 有什麼用料 為什麼被抓 因為 我也是從年輕就一直玩藝業 剩下幾年 有一天 中視 中國電視台 要叫我參加他們的樂團 剛好那時候 李唐華 李唐華 李唐華科技團 也要出國去表演 這兩個工作 我那時候 我還跟台灣爸爸 一天可惡 我問我爸爸 我到底要去做事 還是要跟李唐華出國 爸爸跟我說 你年紀數有夠的 年紀數有到 到這樓地步 你要什麼事 要近視遠視都沒有問題 但是 那時候 一直在台灣 不能出國 不能夠出國 除非 你是商務考察 大公司 你要 像這樣 要出去觀光 沒可能 所以 我爸爸就叫說 那你出國去看看 我就想你 一直表演 表演到紐約的時候 我認識了陳龍 我問陳龍志 那中間 我現在盡量不要講到我個人的 就是參加台獨聯盟 結果 我 1972 就是61年的時候 去美國 1974 我們 1973回來 1974就被抓了 所以我判一個補齊圖子 那你們現在 要問說 我們在紀島 你賣的選擇是怎樣的 紀島 有兩者 等一下 我可以給你答斷嗎 這個 為什麼當時你要加入他們 到美國去 你之前沒有接觸啊 那為什麼到美國的時候 會被西州 為什麼交到壞朋友 對 他加油到你 因為張太弘 那時候主席張太弘 他跟我先試的 他前幾個月還到我家裡去 對不起 我和你關 我說我關了 你沒有關的 那時候 因為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陳龍志陳龍後 他們拿到台灣青年給我看 台灣青年是個這樣子 那時候 那時候 所以是 年輕 紀盛 年輕 年輕 那時候也三十幾 三十一歲 三十一二歲 看給他幾百歲 說 我們家裡有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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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家裡有很大名 國安稅 香港康樂 還慣慣慣慣慣慣慣 所以那時候 我加入孩子以後 因為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到那個Youtube裡面看 我陳森景的口誓歷史 那裡面我講得比較清楚 我現在講的是講 因為 有人說 喔你們聽到什麼 我們傻瓜 你們是英雄 我說不是英雄 有沒有人怕食人 講實在話 沒有 在拍攝 大家都 還是很緊張 沒有說 喔我不怕食人 我再給你看 可以講 沒有 那有時候 那有時候 有些人 在建議裡面 吃個狗熊 出來又說 喔 喔我為台灣人 激勢了當英雄 沒有 沒有什麼英雄 我們進一個 安台灣人 愛做的 任務 好 現在這個 暫時換一杯 我是說 在我們那個 政治犯 政治受難者 以前 一般的罪犯是 警察電管 遊蟎是警備總部 我們什麼 誰在管我們 從華人口限定 我們那個 監獄是屬於國防部 所以都 我們那些警衛 那些更多憲兵 立島那裡叫做國防部 立島有感性 感性監獄 是屬於國防部 那 有人說 你 定在那邊的情況 你們知道嗎 我們怎麼洗澡 冬天 禮拜二禮拜五 有換一個熱水 熱水讓我們來洗 幾分鐘 十分鐘 平常怎麼洗 我們這個 那個馬桶 那個便座那裡 我們 大便 大小便都在那裡 那水大小便完 要把它清乾淨 洗澡怎麼洗 就把 舊衣服 把孔塞住 水一放下去 就從馬桶裡面 空去洗澡 所以 再講 我在 景美看守所之後 那時候還沒有先判 那我先判以後 我刻一邊家裡的人接見 我太太也來看我 他一句話 第一句話 公仗 爸爸死了 你知道嗎 人家在那裡 哪裡都要問我 好走 我聽著 幾個人 因為我被抓起來 第十二天 我爸爸卻吃了果實 我那時候也都不知道 家裡的人的經濟 跑到釣 釣警器 都說 啊 你爸爸死了 可以不得讓他回來 沒問題 結果要到春兵大天 都等了 我一說 表哥又到釣警器 你們不是又會讓他回來嗎 有啊 我又讓他回來 他都 到辦公室上 我又拖保了 我把他做回去 不讓他來 所以 那邊 接見完以後 我想 晚飯也吃不下 所以我那邊 就為著我爸爸 做一首歌 叫做父親 父親 我回來 我前幾年才出版一個信譜 那現在強調這首歌 父親 我也有 也有彈一版 父親 我中間裡面有 我們現在有一點彈到一页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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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 相見 父親 父親 努力 是 你 我來給他 他怎麼想 可以拿去 你們聽看看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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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這歌詞裡面 要跟行語能夠配合 阿爸阿爸 阿爸 阿爸阿爸一樣 好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 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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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順 那你如果這個地方用阿爸阿爸 這完全就不一樣 這樣我就把它拉到一頂這個方面 你們 你們 你們要唱台語歌 百春老爺 什麼啦 唱一首給我聽得到 台灣的詩詩 猜 大家都唱 誰 哭 你唱 手 你是哪 than 要去哪 bang 这支手 别人要承择手 要承择手 多亚无盘自由地人的手 手 知道吗 所以以前来说 死人啊 你去到手里承择手 这手 别别那支是手 要承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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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是手为 减为 所谓 堂也无法收拳的 你是没有拼法的 用拼下来 所以有讲解说 以臭将臭 手滑 这枪冠 没人说太冠 枪冠 所以有时候音乐方面 你听现在的歌 跟以前的歌 以前的歌为什么 以前歌大概都三段 三段歌等一个故事 但每一段歌都有压应 堂也鹅盘旧平安 千无嘴面吹 十七点火没出家 华与少年纪 都有这个压应 现在的歌都没有 但那现在又讲到另外一所所谓的 大家都知道 优家的汉子 往世子能回味 你 你就要变心向时光难道回 对不对 你就要变心向时光难道回 我跟他辩论过意思 我说错 你的歌是这样 你就要变心 还没有变心啊 有挽救的遗地啊 所以你这个歌词要改 他怎么改 你 你已经变心 你已经变心向时光难道回 对不对 这意思是差很多 你只要变心 还没有啊 还有挽救的遗地啊 那你 你已经变心就不一样了 没有挽救的遗地 所以说这个牵涉到音乐 我说你们不管什么歌曲 你们注意 注意听 那以前讲到现在的歌 我会说不感兴趣 不要搭我爸妈妈 这个歌词从我撑到尾 在歌完全没有意思 所以 我有一个乐团 解释乐团 我是把台湾民谣 把它改成解释乐团 我有十六个人的大乐团 那 讲到这个 这一面 我在立岛也有终于一首歌 叫立岛 诗香琴 这首歌 我每一首歌都有一个背景 我这首歌是 那时候有一个 也是大 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大学生 说赌书会啊 什么啊 真真假假 一大堆啊 撞一大堆啊 有一个撑不住三人 叫神经兵 叫赖希尔 有的人说 你能说看他的故事 我们也不是讲故事 我们也要做就吞到这种情形 那如果讲这个案例 我等一下再讲一些别人的案例 你们 如果他们都吞到这个情形怎么样 我就讲这 我们在立岛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首 立岛说香琴 又有一个大水水 进去关了三枚 第三枚就是神经病了 一天到晚 自己也不晓得洗澡 我们都放风的时候把他拿出来 跟他冲个水 跟他洗澡 我们那时候 我们有分第一期跟第四期 我们放风的时候是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但是大家在走都会 哎 什么事情都会这样 他是有自己一个人 现在那个狗狗的妈妈 来两三枚 自己在走 有一次 我们看着他 自己在走 他自己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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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他叫Йوا 他是一只鸟 你这叫你来问 我没来说 来昏臆� kommun 冘孙 你听着你会哭吗 他说 他不是在西渔 他是一只鸟 所以我也把它写成一首歌 那有一首歌 我们在里面那时候想说 我们只能过唱国语 跟你过唱海语 我中间有一段 只有那春节的爱我 向着故乡回乡 只有那春节的爱我 那你台语要怎么写 你春节的海傲 你一首歌唱出来 让人家听不清楚你的歌是什么 怎么表达 所以我们台语就是 既有漆景的海叫 向着故乡回乡 怎么讲 向着故乡回乡 没人听我 所以我就把 既有漆景的海叫 向着故乡回乡 向着故乡回乡 没人听我 回回故乡 台湾 既有漆景的海叫 既有漆景的海叫 北海古乡 台湾 将着故乡回乡 所以各位都试试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无难 他们四个人一个竹 破我一个岸 他们那时候一个竹 一百万奖金 今天我抓到你 你把他拱出来 你一旦处理 或是变成一个岸 在那里面 真真假假 所以我们现在的判决书 都是一既什么 述白书 讲这个 都完全内造的 我今天要你怎么讲 你没有把它改成让他满意 他一定行求你 那天气他一直以为 你会让社会有关系 他在主席里面还要轻松 要讲这个案例 有很多 我这样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请一句 要说 就要说 有个传 迪传的恶务 一旦春日要出去了 那一旦春晚 有这么多 都老了 不然以前没有读书的 都传给 什么情形 什么小学一听 他就照了報紙內 我們這裡武安大橋完工 有多長有多少十十十 結果犯案的時候被捉了 你未回相傳 沒有啊 你有跟我們說 武安大橋完工 有阿貴而已阿貴 阿貴不賣錢 他叫他報紙給我 報紙是要給你看 唯一水垢出來 你就為何先來 看過你 因為這樣沒多久 親你而已 最便宜的親你 所以要講這個案子 有人說你是在說過 我不是在說過 什麼樣的人都有 也要賞名 台幼 在路邊賞名 以前租用車的很少 我跟我車一台來 四月全都沒有了 老闆 我們老闆要請你來賞名 他在想像 我這台 我這台 這麼多年好 吃個年貴 華藝 來阿貴 來阿貴 你都說不用 要贏了 你怎麼看 來來請請請 上車 批到台中的調查人 他上車看 喔 你那樣不一樣 我說我不是在想 結果人就要站起來 這個 那人要叫我來想 是我要向你秀名 我說我沒辦法 他說什麼 人公義卵大標譯 他說沒有啊 你們怎麼有啊 他說一千兩百萬 他說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 人本來不怎麼 怎麼怎麼 他說沒有啊 我就真的沒有 他就拿出來 紅的白的黃的 以前標譯子都是紅的 這什麼你誰 都不是啊 阿貴說這你誰 我就一拼一拼下來 你說不是 這樣啊 要證明你的身體 我們會請專家 對比姬 對比姬 來 因為 你什麼 你轉嫁 你會不會學 還是會啊 要證明你的清白啊 你什麼 叫什麼 所以啊 那個人 開庭 發歌 叫出來 這是不是你誰 都不是啊 啊 是就對了 啊不是 啊 你如果說是怎麼說不是 你講外面 你講外面 什麼 你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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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那裡 那裡有紅包 紅包 那邊打他一拼 還說 到底要怎麼樣 你連呼吸 都說不是 沒有啦 吊炸彈 還要對比姬 啊 叫我叫什麼 喔 喔 又說的啊 開的 又開庭 叫茶集 有回魂來 這個是從牆壁上 放下來 那裡誰 有廟 有虎子 又降虎 又死 什麼 一大噸 那你趕快聽下來 看得行 這都說很便宜啦 那還有很多更可笑的事情 就是說 有老蝦 老蝦憑你知道嗎 老蝦 老蝦 替我 替我替我替我 替我替我 如果一種老蝦是要放假 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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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酒 要喝酒 一會兒 行為人來聽到 合約 又有受禁的禁唐 他就拿他媽 拍照 之後 讓人看見各位 回來說 好 這時候我們來看 這次有夠了 關於各位 對吃得更好 對吃得更好 聽說他在逛禮婚 吃金糧的九層都很不錯 他還沒說什麼 假如懷孤 他就要去建設廟 保主洗完睡 保主都完睡 他就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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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去的你七年去吧 大家都說 你有什麼菜嗎 招菜嗎 加招 你平民大一點 加招 加招你吃得下的 跑了馬上會煩惱 但是就喊了 好 煩惱到吃了 大家記得 都看到不吃了 你還吃得慌惱到這樣 就這樣了 你是怎麼進來的 你還說 還看過你 判誰呢 那天 你未回先傳 判三年敢化 他怎麼呢 他拿給他 困擔 王八蛋 你娘 這樣 這樣 你敢冒喔 還丟我鞋子 那天 我還拿給他 改判 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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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 看不出 謝謝你 結果 你這樣看不出 很多很多 你們完全跟你想像中的完全不同 我現在在講的 焦屬性 不是在講故事 我現在在講故事 我現在在講故事 在這種環境下 你又能如何 他要 要一個人 要符合能夠他們 他們符合 他們所謂的諸百思 你們完了 你參加太多聯盟 有沒有生事 你參加什麼組織 有沒有現事 又要告訴你 沒有 沒有 你有參加 但是你沒有現事 白人阿瑪碧 阿威 你也得了 你現事 起左手 還是起右手 還是沒有起手 你要怎樣 都在簽號裡面 所以 我在臉書 我書長拖一張 在我們立島讓他監獄旁邊 因為家裡的 他說 美共復國 我久不見了 以前 叫我管共大陸 manufacturing人 現在在這裡都全是一名 美共復國 我不是 美共 美共復國 不是复兴的复活 是凡夫的复活 那前几天我脱一首歌 叫做保衛大台湾 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 这首歌叫保衛大台湾 保衛大台湾 后来共产党很高兴点 保衛大台湾 所以自己挖了并起 大岛和国共产 我一个西方的老师 我从中没有老师 我不是这故事 叫柔木桃 后来当了高雄 高雄国民党党部的时候 小时候还在研研研研研研 我长大以后我当兵 要返攻大陆 要不要回去了 等你长大以后 我们已经在那里 我们已经在那里多久了 还要跟你长大了 来不及 后来我离开了 老老师 你还没有回去啊 你说谁啊 我说陈森杰啊 我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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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当病以后 要返攻大陆 结果完了 你说 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回去多久了 我说 那你明明说他没有回去 所以说 我参加台路连路到今天 已经四十五年了 四十八年了 我们台路连门 就付出 没有名 没有义 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为了这事吗 我讲一句实在话 我看三十八年了 我不好生啊 这 什么要 要从东天代 你起街 为什么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 大家能够过了安闻 幸福的生活 自己有助于国家 我就是 就听到这样子 今天我可以打断一下 那个 打断一下 那个 一台湾湾 传统接代 女性也可以传统接代 不见得是一定要男性 那就比较不全 比较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说回 说回 你要说回 你要跟广大的女性同胞道歉 谁说男生一定可以传统接代 当然有些地方 可能一些故事啊 没有办法 不是故事 不是 一些过去的事实 发生的事实 可能有些人 没有办法 听得非常清楚 那个背景的部分 等一下会请 那个 秦龙兄 用 比较 让我们大家 用 有些 真的看到他们很痛苦 没有 听不懂 所以我们是以沟通为主 所以 必须要先休息 因为 你后面还没有讲 你出狱之后的事情 好 出狱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让那个 秦龙兄 讲一下那个 整个的时代的背景 来 对不起 等一下如果讲得不好 只能怪他 因为这个 上个礼拜 可能找不到第一号 以残忍 第一号以残忍住院 陈明辰 不过因为我坐在这里 还是要讲话 那也是刚才知道说 要讲背景 噢 知道 你的背景 我真的不太了解 不过 话说回来 我们这个时代 这些年轻人 刚刚听了很多人 想要了解过去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了解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我是比较年长一点 比你们早 去学习 那我觉得来择舞最好的就是 哇 可以看到很多认真的年轻人 都想来学习 那 我敢陪前辈来这边讲的话 也不敢说他的背景 就我所了解的 因为我在 从2001年进去立岛 不是进去管 去工作 去 为了那个光会的一大片建议 到底要怎么办 去进行规划 我已经一再讲了很多次 我就也很好奇 去抽一根立岛会运动 最有名的庙 去唱跳出来 说 下下千 这个下千我要永久保存 这个下千是看了会发冷汗 但是呢 我觉得 某一种 虽然已经中年了 七十几岁 还不知道死 那不知道死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而已 他们那个时代也不知道死 所以呢 就会用各种方式 去追求自己 想要的生活 只是说 主客观条件 一直在变 那 我们看着台湾这些年在变 那他要变到哪里去 我们也会焦虑 我记得上次蓝老师来这边分享 那我也在那边讲了一段话 我大概记得说 我们这个年纪是有点急切感 那他们这个年纪是觉得说 欸 我就七十几岁了八十了 甚至明天有九十几岁了 我要去参加告别事 我们就走了 过来 过来我们的事 好 这个是我取那个 正南文在本书的一个音源 他如果用台语讲就是 过来 过来 过来就是有继续的意思嘛 就是持续的动作 那这持续下去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是难度蛮高的 那我这样讲就是转一个话题 我们突然去认识他们的背景 你才会了解说 喔 70年代到底 尤其在立岛或在京美 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多人在台北 在立岛 有那么多政治犯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往往历史也不会自动告诉你 都要经过一段时间 有当事人出来见证 那我跟陈明辰干很多朋友的任务 就是去做记录 现在也是一直在记录 其他事都比较少做 那记录有没有用 好像看起来没有用 虽然陈明辰 这个业底要出历史本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看 但是呢 起码先感动自己 说喔 陈明辰有很多事情 陈明辰有很多事情 为什么讲一些说 陈明辰毁迭这么多 那是1951 51还是51年说的 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从档案来的 那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知道说 哇 档案已经在网络上看到那么多 那到底有没有人看 刚刚蒋介石批的那个 判决他在批事 枪杰可也大家都听过对不对 那枪杰可也这种档案 那不是只有一份 数十份 那我每次看到那种红笔 我就想到一件事 07年中正庙要改名字的时候 我从来也没进去过 那 那一次因为去工作 办了一个展览 就走到那个 勇怀领袖文牧寺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中正中正中 我看到有很大本的圣经 上面放了一支红蓝铅笔 你们知道红蓝铅笔吗 我们那个时代老师在改靠件 都用红蓝铅笔 一边红一边蓝 那支圣经的还有很多眉皮 上面放了一支红蓝铅笔 我马上联想到那个档案 档案都是用红笔的 枪杰可也 此人为什么不送密道 此人为什么不送蓝铅 这真的很具体 那好了新的问题来了 那我们今天怎么去面对这些 不是这些真实故事 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而已 是我们这个世代 怎么去面对他们的真实 怎么去面对过去的国家 那留了这么多记录 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个就是我们下张在讲 在行程中的问题 那 昨天除了馆长 除了未来的馆长 昨天后面 他还是很关心很简 还是老朋友 那我就一直说 一直在乌腰嘴 我们现在就 所有的纪念款 全力来做一件事情 把所有的档案真理 上网 有系统的让年轻人看 我正在努力中 十几年前 我有整理过一个 把这个案件的持续表 你从个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稀奇古怪的事 多到你不得不相信 那你从个里面 持续跟案件 也可以看到一些结构上的关系 那这些铃铅 那这些铃铅 那是2019的这些放在立场 那我也不知道 一年三四万人去立岛 有没有什么任何感觉 那说不定有很强烈的感觉 那这个是我的期待 那我也去注意到说 其实能不能去金美 或去立岛 多数时候都会有那个 去到现场 那个现场马上给你感觉说 哎 这个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这样子 我相信没有人 除了被关的以外 在那里进去监狱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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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那我们 在台北市究竟就有一个金美 可是呢 到底有多少人 真正进去劳房走 你知道进去劳房一个人 走个十分钟慢慢走 你夜走 你的身体 就很自然 有一些自然态 很奇怪 是一个肉体的动物 也是一个 有心理的动物 所以 他也会开始慢慢沉淀 会去想说 哎 那左边 右边到底是关的谁 是关的真身体 是关的水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我也是用这样子去体会 虽然是做空间设计 但是呢 呃 这些食物工作告诉我说 这些遗址 或这些纪念馆 它留下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断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到今天还是一样 所以 也许 我这些话问 是不对的 因为故伏过这个时代 嗯 但是就我所了解 事实上 我还要往后来看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有这样子的遗址 其实就是他们留下来 或者像 张前辈 或者是蔡前辈 他们不记忆 他们的这个 很多没有讲出来 其实都在那空间里面 那我们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讲得很透彻 你去看 呃 周伍这边准备的影片 是回到人前博物馆 准备去自己拍的 然后去看 你的那个口述记录 是高雄历史博物馆做的 历史博物馆做的 那不是2013年吗 没有 没有啦 那是口述 口述历史 哦 压米是一个 国家的历史博物馆做的 那 讲这个东西 一通论就是说 这些记录已经转成记录 但是呢 他被曝光或被看到 到什么程度 还是很麻烦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现在不是靠哲悟 这些人在听而已 我们如果希望台湾的转型这一 做得更扎实 我不要说更快 做得更扎实 要怎么做 我觉得 我们就 已经前面已经累积了一些 包括城附的园区 累积了很多档案跟资料 可是多数人不知道 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次再一次 很想复复地一直讲 这个在 在写论文的时候 就会说 用什么 在记役 大家对在记役有看吗 或是你在读文章的时候 有看到这样的字缘吗 这个就是在记役啊 你会遗忘 你会时间久了 慢慢就淡忘掉了 我们去查询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有些我们不能问不出来 也问不进去 譬如说 他家里也是我就不太敢问 对不对 这样的遭遇 不是呢 我就很怀念 很想了解说 他们最后面甜蜜的 见他的太太的相遇 我们去看那个 他的口述都知道 因为我也是在网路上相遇的 然后变成这个真实人情 那这些种种呢 都在告诉我们说 一个活着的人 他的真实的生命是怎么样经过 那我们如果从这样去了解 还是恐怖的话 不只了解人的恐怖 其实了解人的生命力 有很坚强的各种方面 那我觉得纪念馆的意思 最重要的就是凸显这个 那真的没有凸显出来 你到纪念馆到遗址 就没有那种 身心的冲击 那个冲击可能是很微弱的 那已经不关乎你穿 这个假脚拖 或者是穿短裤 那是关乎你的心 跟你的态度 怎么到那个现场 我通过一个女生呢 有一次在温小辉 他在下面 看完 诶 陈奥儿他很熟啊 看了陈奥儿的纪录片 然后他 就起手牌 他很生气 他说那个立老 人年纪人呗 为什么年轻人都穿夹裤 穿短裤 有分路啊 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样的遗址 跟这样的纪念馆 其实 那一般般若然不一样 会引发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 特殊的状况 那怎么处理呢 我当然很想告诉大家 我这样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 我说我去充神去看他们 几百合的纪念馆 那个都是 战争信舍者在那边捣乱 那你看到 大概打一次八九十 就是 穿夹短裤 穿夹短裤 为什么 充神是给日本 内地 他们国内的人 来旅行 RELAX的地方啊 我怎么知道 充神六七十年轻 战争那么严重 四个人只一个人 几乎加加很多人 你看到充神的纪念碑 也有唐人的名字 只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但是你看到充神 当地的名字是 梅春 洛 用春 哪一个春 我说那是谁 对不起 我们的 228白色恐怖 到今天为止 名单到底有多少 不能说不知道 不能说不知道 是有一定的处理 那我举这个例子 就我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重新建立一个潜心的 对历史的过去的态度 不是只有听故事 不是只有听真实的这些认识而已 应该要就是考虑说 我们什么样子来应用历史 那所谓应用历史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有点抽象 但是这个这些 这些老师等一下可以回答一下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或者在台湾土地 不管你是来自哪里 缺乏历史意识 我们因为缺乏历史意识 不会去了解原住民 不会去了解原住民 为什么现在在 海道小长堂 可以这样坚持 那你想想看 我的祖先在这里住了几千年 然后呢 不断的政权来了之后 我的土地就慢慢消失 我们在上一本的 桃林的第三本 就查了几个原住民 那个你去采访 你根本不会 不会说去问那个问题 可是他就主要告诉你 我妈妈生前一直不能接受 为什么叫我是伟爹 为什么叫我是潘胖胖 当然不能接受 可是那个不能接受 配合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我有问过一个原住民 年轻人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他说 当然不能接受 我想的 当然不能接受 为什么 他去祖灵报到的时候 你这个 人间的盼道乱跟匪爹 怎么可以上来 彩虹桥呢 这个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文化 牵涉到价值观 那这个例子很具体 就是都是彩虹碰到的 那你如果说你去 陶远去 去摇板山 去看那个蒋介石的冰管 还在 这个是台湾很具体的现象 那我可以请这文章把它拆掉吗 请这文章里面赶快改吗 有去年已经讲过了 可是 可是到今天会是没有高 我不知道 速度会很慢 那池武是不是在那边 那你想想看喔 一个族群 他就在大安西的 这个 沿岸 如果说你有去 因为 那个什么 比如一走一圈就知道说 那个部落的生活 到今天 那我们怎么看 他们还是这样在他们生活 你也不可能 一直把他移走 可是他生活的处境 就是在这种非常 我们不能理解 那是不是糟糕不一定喔 说明觉得这样的生活是 他可以接受 可是很显然的 这样的历史 并没有被我们知道 那没有被我们知道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知道 谁知道了 所以 有没有纪念馆 有没有遗址 重不重要 我是从这个角度看 很重要 因为他们每天开门 他只有礼拜一 或者是说规定的时间不开门 那 不是开门就好了 是 开门之后要给观众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给观众 那一定的意思 那一定的意思是什么 从这些故事 从这些真实 从你的心去感受 去体会 那如果我们做到这样 我相信 台湾的民主一定会更往前 那如果蔡总统说 转型真意 喘口气 我想 事物很多 大争者很多 要不要做 我们会不会常常听到这种 说话 承诺要做转型真意 可是明明下个会期 我看柯 柯总招 对下个会期就说 我这转型 各位不是都看不到啊 好像没有转型真意这四个字了 那难道此处理不当当产吗 不会是这样子吧 那这个的重要性 不是只有对他 也对我 也对你 所以当然当然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一个 重要 可是 处理历史重要不重要吗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经验 去处理过去的意思 真的是 你回想看看 你读了书 到今天 有没有真正去面对历史 来处理 各位怎么样 处理下去 有一些是天大地大的事 就像原住民一样 你怎么可能土地都还给原住民 可是原住民说的 传统领域 规茫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历史进展到现阶段 传统领域应该怎么解决 他们有他们的说法 那政府怎么去面对 那如果没有在这个历史脉络之下 来了解 我觉得这个众生就不够 所以 中国导演 我也认为说 不是只有白色文明的历史 二八历史 台湾一路下来的历史 是什么是台湾自己的历史 那只有这样的瑞士历史 你才了解说 哦这个土地 千千百百种人 这样子活过来 那他们活过来 在留下的重要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 我们的世代 不是只有受苦受难 不会说 哎 你主庭台湾的 还是主庭通的 比较重要 下午四点 大概摩 半天摩到吃饭 吃完胃又在这里 我想知道就是说 他为什么是一个 唯一一个 因为台湾联盟被抓 我请多想要一遍到 三个女孩 然后呢 到现在也是台湾联盟 他自己讲出来 不为你不为你 为了台湾这块主题 那这样讲当然都很空泛 不过我们今天借你跟这个人碰面 当然就可以感受到 那 传递 台湾青年也不是只有你 我不是说不重要 很重要 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去了解 诶 更早事情有没有人 传递台湾青年 有没有人知道 神秘长不能提手 有个怪兽的 更早的人传递 那我们这样子往上推 帐户就会看出来说 如果今天要认识历史 不是正确不正确 是怎么去理解 如果台湾联盟到今天的 现在的这个状态 是怎么一路走过来 那他跟这个整个 台湾的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会更成绩体会 不是只有成立 台湾青年 是那个 无限的力量一直在 一直在发酵 那这个发酵到70年代 就是刚刚蔡姐妹走的时候 蔡姐妹跟前面 70年代就正好是一波 我们在岛内也看不到 是我们到今天回头去看 看出来说 70年代的国际局势 已经不一样了 AI也在那个时代的成立 然后接着 卡特的这个人就外交 整个国际是在变 那当然东亚的关系也在变 那台湾怎么自救 正之外也不是 一定看到外幕 可是呢 他们要自救 就要从内部开始 那个名单怎么样子去 从五年那开始 到 名单到的开始 那些人 杂志 他们进行认出来 这个 刚才已经讲到 那这些 其实我们今天都没有普遍的了解 所以我们的任天 今天把团长扔稳重 因为要了解 每一个问题跟脉络 都非常的庞大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就是挑战 如果我们挑战成功 我们就会让世界看到说 喔 台湾经过 二十一世纪 前 应该已经进入第二十年了 第二十年第三十年 可以让这些 前辈安心说 啊 我们真的去处理过历史 不管处理怎么样 那郑宗欧 是什么 他会反映出说 喔 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样去 面对过去 不管他是写出正向报告 或是不管他追究责任 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审判 现实面上 我觉得很多不当的声音 这些声音才不会变成一种 你焦虑的来源 我前几天接到那个美国的电话 有同学 每一次有动心 他就打电话来 诶 你打电话是怎么样 那我就穿到 哪个新的衣服 才会有的特国旗子 那不是叛国文是什么 我说我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必须从这里去 坚定自己 认识自己 那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状况 那如果说我们逐步去看到 从50年代 张教授的时代开始 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你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路口 去了解说 不知道不知道还是我们之后 剪的时代怎么样怎么变 我不能说 我们的部落格 够多 不过有参考去 2011你把那边都要 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好像在讲 不义离子 刚刚清凯有提到 其实不义离子 很难谈 因为你刚才讲 你刚才就讲了 移子跟境内管 那我要问一下 中正庙是不是不义离子 要回答吗 不用不用 现在我们再 三分钟休息 三分钟要让其他人 可以发问 我一分钟我要接受 总是 今天虽然是乙丹 不好意思 碰到脚尾 一个世代 传练一个世代 再传练一个世代 我有我的困难 我的二十分女儿 会来Q吗 那只要我爸爸 你做了很多事 可是他没有 放那个 触动他的心来听 这个也是我 我自己内心深处 必须去面对 那我觉得 就这样子吧 你去做 然后能够感动一个人 就感动一个人 那这就是台湾岛队的力量 就像今天我们 聚在一起一样 请接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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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 等一下可以 再问一下 我觉得 如果我们今天 在这里来谈论一些 来谈过去的历史 受难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它抓到 一个比较深的东西 我们只能去面对 他人苦难的问题 再简单一点 我们只能去面对 他人有人在受苦 过去有人在受苦这件事情 这时候就会表示 表现出一种态度 过去的 就是我们常常这样 过去就让他过去 这是一种态度 但是呢 过去也可能变成 在很多人的过去 是过不去的 然后另外是 当我们不认真去 面对那个过去的时候 过去就从来 还没有过去过 就是一样 用我们最简单的话来讲 那 我们其实都在面对 那个过去 那我比较说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当然这些前辈 很多人也是对于 他人苦难没有感觉 因为其实在国外 就是有时候他们在谈 可是我觉得 比如说用国家的力量 其实他有个教育的功能 在教育里面有功能 就是他能够去关心 有人在受苦这件事情 当他也能够有这种同理心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在未来的时候 避免更多的苦难会重复的发生 反而是这样 我们其实运气很好了 就已经 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勇气 要主张什么言论自由 谁都敢讲 最怕就是连讲都不敢讲 他们那时代的时候 要讲自己的东西 讲自己的想法 他知道他是冒着被杀的危险 冒着被消失的危险 所以我们这时代其实 还不敢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懦弱 或什么样的人默 反而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也很会变 变成free right 不用管那么多 反正这就是过去了 这也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态度 那我就是看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还有我们要把这种态度 也遗留给下一代 比如说你的下一代跟你讲 就是我们现在人比较 相对比较年轻 没有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以后啊 你在讲你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下一代就这样 过去就过去 就让他过去就好了 这个会很像怎么样 很像喔 那个 有没有有那个 电视影集在叫宗教校的时候 有广告 有没有 那个 媳妇虐待婆婆 失智的婆婆的时候 给他碗子 给他那个木碗 对不对 叫他去旁边坐 有没有 然后后来呢 碰他 不对儿子特别好 然后儿 那个他的儿子 孙子呢 就看到奶奶被欺负 被虐待的时候 他就非常生气 然后就跟他说 以后你就跟 你这样对奶奶 我也会有这样对你 比如说会这样 会有一些同理性 所以我们如果去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给下一代一个 告诉他说 啊你们上一代 就是这样面对历史 所以我们下一代 应该也这样面对 你们的历史就好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有没有真正面对历史 可是一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最简单就是 怎么面对过去 没有 我们对面对过去的态度 还有另外一个是在教科书 如果我们看到教科书里面 我们教科书其实都还没有改啊 我们教科书里面很多的细节 这些他人苦难 我们都没有讲 我们还是一个大叙述啊 还是一个国共的那种史观 里面还在教科书里面 所以我们在讲转平正义 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 教科书的事情可以做 不义以止 或者报案我们现在 可能会遇到那个 中正纪念堂的问题 你可以想像说 我们是供奉一个独裁者 在那个里面 你去国外找很多的 很多如果你去找 Jean Kai Shea 找英文 找法文 找德文 他的那个propernet 就是所谓专名去找的时候 你可以看 他怎么描述蒋介石 蒋介石在是全世界公认的独裁者 只有台湾不会这样讲 只有在中文世界不会讲 其他样式就是 你拿去看就是独裁者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北市 供奉每一个独裁者 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跟外国的人 讲说 我们在独裁 因为我们 我们觉得那个事情 过去的事情 讲出去会被人家笑 但是过去的事情 它跟我没有关系 就会 反过来显现出 我们自己 对自己文化 对土地历史 繁星的情报 好 那我们在想说 提升什么台湾文化 光是这个很现实的事情 我们都感觉反省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有文化的深度 当然不用谈什么 历史意识的问题 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或者大家都 还有很多值得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 那不是在这里面 我们不是在 尽量让它变成一种很 很廉价的仇恨 讨厌谁啦 就是这样 那种廉价的仇恨 其实也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这廉价的仇恨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复制 我们没有亲身亲厭的仇恨 我们只有同感而已 所以我们 不应该去复制那个仇恨 所以还有个 怎么去面对过去历史 那个态度的问题 这个 这个是可能就是 或者避免我们在 完成一个仇恨正式的问题 被不小心就被利用 那这个大概是 是我们 接下来可以看 那我想说很多人 应该也有很多的 不同的想法 可以问一下前辈 神拜 等一下你再讲一下 那个 呃 我们再花个五分钟后 开口五分钟的时间 讲一下你出狱后 那一段过程 就是你出狱后 发生了什么事 你好不容易出狱了 如果我们的精华 在开放位置里面 让他们可以 想要这个出狱 出狱以后 我还要回来 他说 回去以后 有什么困难 我们会扶导 不说八道 我回来 我都不哭他 我还是继续 白天 我以前通常没有做过的 西手米 我还是赚出那些钱 西手米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西手米 西手米就是 以前收藏跟A队 我以前都是在五厅在歌厅 都在舞台上 没有没有做过这些 但是为了师母 我还是做 还有 跟我太太的叔叔 去拆船 拆船 拆船 以前为了船 把它拆掉 做这些 后来 后来 有一些A队的同友 他说 啊 来 你跟我到九天去演奏 我到每个地方 演奏一个月 下个月就没有工作了 不但我没有工作 我爱做吧 那一队被 被 被拆舍掉 我一直 一直想不到后面 后来 就是说 有一个A队的朋友 他是离开那地下球家 西手米拉克西 我说 好 我去做 那做了不久 他找出一队来 诶 最近是你做不好 我看安靖 你不要这么多 要差一个 诶 我说 我做吗 我最慢的味道 那 我说 那我不做了 既然生意不好 我会到家里去 这次老板 第二天跑到我家里去 因为以前 他们都叫我大姐 大姐 大姐 抱歉 那青梨才对他跟我说 如果要演你 他每天要叫我来演奏 每天要叫人来理解 要叫警察献兵来站刚 那我是不是就碰不错了 我说好 那你说 没做 我再找我大姐 去到金山洋还是 所以 买一句话就没办法 那一种天然 以前我太太她跟我说 啊 等一下 你不要这么正义了 好好啊 家里的情话都好 好好 后来我太太 就想了这个事情 买了有悠性 她说 驾大神 驾大神 她叫我买三个人 那有 我考虑一陈有个厨师 我有个生我来拼 有个小孩拼 所以那时候 小孩 小孩拼了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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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外國人都奇怪 在這裡青山這麼多人 派那這麼多人 你們就親廟在他拜 莫名神秘廟 國國人都覺得古怪 有的人在看 我們的祖先 市民隊來 不錯 我以前不知道幾台祖先也是幾張國過來 那沒有錯 但是你就張國人 你如果要照那個 美國也能夠過 美國以前也能夠過過來 中國 中國 你有沒有繳稅金給中國 有沒有給中國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有開一家人 來台灣結成有嗎 有啦 現在有啦 哈哈哈哈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有自己的國家 我們有人民 有土地 有軍隊 所以 我最佩服是誰 港獨的最青年 真的啊 他們什麼都沒有 基督也沒有什麼 都沒有 水 菜都靠著靠著 他如果騎出來 我感覺到 很輕鬆 我講幾句話 從那 從十幾年前 那228 牽走入台灣 整個台灣出了那麼多人 但是我看來就 算老了還錢 這幾年 經過了馬英九什麼 五年 真的很威脅 但是 這太陽花出來以後 我說啊 太陽花出來了 小聲說 王哥跳出來 我現在雖然是態度聯盟論人 但是 在高雄 我們是 在培養之類 基金 基金之類 基金黨 真的 這些年輕人 台灣就是靠裡面的 你們今天來這裡的人 你們不需要心平啊 你們不需要玩啊 每年成功成基金會在地道 我之前很多大學生 都沒有高中生去 不需要 我覺得 沒有人很感謝 真是大家要處理 人家在美領 都在三、四天 不是處理 而是無處理 甚至可以給他們 職業 我們也差不多了 因为以前 我们跟一些朋友讲 大家以前记录在街头 街头运动 现在记录在街头 一个一个都差不多了 真的感触万千啊 他不是没有希望 有希望 希望 汐游泰水在你们的身上 我还是希望他转型争议 转型争议能够成功 但是话要讲回来 敢抱太大的希望 有很多该做的都没有做 不可以做的 乱做 什么是应该做的 还没做的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该做的 还没做的 什么是应该做的 还没做的 还没做的 我认为 这要做的 真的处理单场 我认为处理的还不错 什么需要多要时间 是不错的 我也晓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语言 你看 就讲我们这些事情好了 受害者那么多 加害者是谁 现在都没有 不过话要讲回来 真正的判决书 起书书 尤其当是真的 怕起书书完全照你的猪白书 啊猪白书 都要写得他满意 没有你怕起书 要写到你满意为主 所以有真正的语言吗 有些人 说 有一次在历导 所以体验你 我也是跟着那些人讲过来 有一个问我 陈前辈 我是外省的第三代 王立有第二 为什么 那我是外省的第三代 我也搞不清楚 要这样分 王立去到生人和台湾 王阿你就是台湾人嘛 他也跟我说 他老白老书 是要说 你参与台湾的这些什么 那如果 那专门他都叫他回来什么 我 老白老书 你不要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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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说好 要做什么 体验的事情 有时候你们年轻人 有时候也是有很多危难 那台湾就是 以后真的靠别人 我们现在只能够 能够做 以我们有生尊严 尽我们一些 准备的 谢谢 大家不要太担心 年轻人是只比他年轻人 就叫年轻人 所以有些前辈在讲 那个年轻人的时候 也就是不一样 他可能碰到 六十岁的人 也叫他年轻人 五十岁也叫他年轻人 那是一种期许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 开放给大家 来问一下问题 因为一些有些 自己的疑惑 或者说还没有 澄清的 刚刚这些想法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白色恐怖的过程 里面有一些 行求啦 比如说这个有些时候 才那个转型生意很困难 原因 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把 当时的判决书所有的 全部都公布出来 那些容器 那你从自白书是假的 起诉书是假的 要公布出来一个假的东西 可能还会牵累到很多人 可是会不会 因为这样子 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里面 需要一个历史的工作的还原 或者历史的解释 在旁边 因为我们出来的东西 其实可以有很多解释 可以透过一些历史的解释 可以弥补 这个东西 避免是 比如说他可能在这里面 他可能在行 旁边可以注明 这是一个行求的结果 出来的自白 所以里面公布出来的人 可能是假 那如果你把那个公布出来的时候 就会 产生一个效应 里面有刺激到很好的朋友 很好朋友的子女 我爸爸以前是这样 那你连是假的 可是你公布出来 他还会把他认为是真的 那你可能会 影响到 可是 但是 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就是 把他全部都当假 因此 那个所有的加害者 就不见了 我们会遇到这种很现实的难题 因为我们在 之前也在谈白色谷布的一些 学者来这里谈的时候 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呢 我们是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去面对过去的历史 面对那些 那些受害者 然后 变成一个集体的困难 还是让他 就让他过去的吧 对 来 我们有没有什么 没有 好 这个杨忠昌先生 我今天这 亲切感觉到 咱们身世政会 一共的故事 我们每一个人 年轻人 都能够做 你如果去看民态 恐惧 民家的币 撒起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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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今天 我们大家 不管理会 都能做政人 去做政 政府政府也介绍 怎么做 台湾 人 大家也好一种 人家的故事 看得清楚 你去共云听 同樣,現在想像這樣的故事,也是好在那裡 所以如果這樣的時候,不是只有來聽 我們今天聽說,就開始去做證明 證明,究竟解釋,動作怎麼動作台灣人 這個政壇的北部船到時有說 有一個歷史,像是一個人驚 你看看過去,我們要看過去,我們要討論的故事 屬性的健康,歷史,還是像是桃子 你再打那個桃子,跑出去看,我們的將來是什麼看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將來,我們要見過 我們比如說,一世來走出去,可以很安心 但是,他們覺得我是台灣人 那是我們將來的,愛戀的 當時,你會說,前面國事館,我們在中央的,也有說 台灣人的歷史,要自己來寫 存在,存在,存在民間的團體,不肯定 國家的機構 在台灣,現在換政權,他會把你封掉 所以,在中央的告示 我在過去十多年來,我就遵守這個環境 自己的留守,不敢於是 所以我十多年來,就實際 在台灣當年,建國人民,國國,在美國 已經做六十的人,口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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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口述歷史,什麼目的? 一樣,像是前輩說的 這個目的是什麼? 以後,輸學家,如果要研究說 六十幾代,七零年代,在美國 這些留學生,他們是在做什麼? 不管什麼 輸學家,可以繼續 每一個人聽這個故事 每一個人,什麼口述故事 也不是說,我們老人的命 那個目的,就是我讓人說 把人說,將來的事都不單去參考 當時我們靠北,會被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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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貴? 對嗎? 對幾個人的條件,是真正的故事 那故事都在那裡 一天,你變了那一個 你多兩個人 那那個故事是真了 但那些人是假的 我們怎麼說這樣,就是 電影,火木三比翠 這就是這樣嚇死 那說,你如果說 所以說我們的東西要拿起來,我就是做第一點,應該不夠心做 第二點,應該不夠心說,我們大家要做歷史文憲 我們自己要留在十五年來傳遞 所以,剛才結果我們在美國,他叫巴黎明,就是當文憲 告訴國民黨抹殺後,中國,就是中華人民中國國 說台東人民是美國,對國主義招告 國民黨不明,台東人民是美國,是日本的招告 所以我們在美國不做比賽 所以我們開始發行台灣國民部 台灣國民部發行三十年 後來,中國現在平民的後續無流行,都是在客戶 所以我自台灣國民部,在美國三十年 每時期,每時期,都被拘捕在五三年輸了中心 我剛才問國中,當文部做了李輝李,五年而已 三十年,會在五年裡面 所以我記一個小禮說,哪有一個人可以做 我本來是,我跟土地跟民事,美國是結局跟民事 我跟民事,忙做的文言,文化工作 所以我去的國民,我聽到的是,大家在後面 我們一大大謝謝,年輕人好,一歲就好 我是八十一歲,一歲就好,都能做 我希望大家幸福,謝謝 我發現,八十一歲 你在那裡,就做我們的榜樣 我現在又找到一個人,也是在做那個 國家民間有關係的人,有一個陳俊宏教授 他請請問我們辦那個,但他在道頂雷 他在東吳大學社人權中心,張國學人權中心 也做了一些,關於轉型鎮業的美食 他剛才有來的,我怎麼請他講一下,好不好 你自己,你自己教授是真的 真的沒有關係 謝謝 我看到,因為陳輩跟陳欣榮先生分享 確實很感動 因為唱一代,其實有很多的前輩們 他們花了很多的心力,付出了很多的青春 在對台灣的這塊土地奉獻 我一直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談這個 其實剛剛也有談到,其實陳欣榮先生也有談到 我是覺得,我們是為了未來而記憶 我們今天做這件事情 是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民主的未來 當然,人群博物館有很多有利的空間 很抱歉,因為我們 我八月份才剛到人群博物館 來擔任這個主任的工作 還有很多地方 我知道外界有很多的期許 很多的地方需要再改進 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說 希望剛剛前輩們給我很多的提醒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到 其實,我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有human rights 是因為過去我們存在了很多的human roles 所以,面對種種的human rights 我們才能夠了解到為什麼 人權在我們生活當中的重要性 所以,我一直期待人群博物館可以作為台灣未來人群教育最重要的場域 希望能夠讓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了解到 剛剛談到的這些前輩們 不管是在海內外 他們努力出手警察 努力開創出來的這個結果 當然,轉型正義 我們其實很多人都不滿意 我當然我非常同意 其實轉型正義不是只有主力膽產 包含我們剛剛過去提到的就是說 台灣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對於加害體系 跟它的協力者 有一個系統性的處理 那這個歸根究底 這是剛剛清凱提到的 我們對於很多的檔案的問題 沒有辦法做好好的處理 所以這部分應該是要努力的 因為其實,現在聯合國有一個很重要的權利 叫追求真相的權利 這追求真相的權利 是所有轉型正義的重要核心 那我覺得我們這部分 現在政治檔案法 還停留在這個國會裡面 那更不用講說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目前確實如同曹先生所談到的 好像到目前這個會期 還沒有聽到轉型正義這四個字 所以這我想 這是我們應該要持續的 來對現有的政府來提出呼籲 因為其實轉型正義的問題 包含我們剛剛談的歷史真相 以及對於加害體系的一個系統性的處理 在包含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轉型正義也不是賠償了事 或許我經常看到很多人會常常說 對我們已經對於這個問題處理完了 因為受害者都已經獲得補償 但是就我個人接觸政治受難者前輩的經驗裡面 對他們來說 今天面對這段歷史 不是用這樣的一個金錢補償的方式來解決 所以台灣跟過去很多人 轉型的民主國家很大不同 是因為我們轉型正義氣度比較慢 因為我們過去在民主化過程當中 當年掌握權力的人 在民主化之後仍然取得權力 這對於我們在啟動轉型正義 帶來非常大的阻力 那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共識 既然這個民進黨全面執政 那當然他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來面對台灣民主為敬志業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一起來監督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陳俊宏教授 他既然是國家安排人權博物館的籌備處主任 然後他也是 當然他做了很多關於人權的工作 然後他也不是民進黨 應該不是 所以他才會拿民進黨 對不對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有些事情 其實有些東西是要 有些事我們要共同做 其實也是做一些提醒 因為光靠這些很有能力的人 他們進入到政府體系的時候 其上他們就在那個官僚體系 其實沒有辦法發生 他就在那個官僚體系 雖然他想要做什麼事 他更需要有社會的這個疫情的力量 有一些都市的力量 才有辦法讓這個政黨 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不然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會被他們借口 那剛剛還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個賠償 那以前我們是用補償 民你做錯事是用賠償的 結果後來是用補償的方式 補償就好像他沒有做錯事一樣 那我們現在 現在這件事賠償 如果按照這種 你傷害人對不對 傷害一個人 你可以要跟他要求 刑事上的責任 也可以要求他民事上的責任 那 賠償好像就是或補償 只像是民事上的東西 可是刑事上我們都還沒有追究他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教孩子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件事其實是 我們是模糊帶過的 那不同的時空也不同的背景也模糊的方式 但是我們至少不能讓他一直模糊下去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 是說 因為像剛剛有人權博物館的 那個金銘人權營區的 那個電話能不能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導覽 如果大家要來我們園區 預約團體導覽的話 或是你有任何導覽上面 或是參觀園區的問題 你可以到我們導覽辦公室的電話 好 0282192692 謝謝 謝謝 我知道讓你故意再講一次 尤其在網路上就可以查得到了 如果你們有新的話 真的是可以去 而且我覺得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去看一些 然後剛好現在那個金銘人權營區 還有展那個 不義以止的部分 就是當時發生的這些 那些犯罪的現場 不義以止而犯了 但我們現在稱之他不義 就是他做措施 那所以那個東西都提醒我們 知道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其實這也是 讓我們跟國際接軌 就是我們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總是要 基本的要跟一般的國家 在面對他們的人 要一樣 所以 當我們沒有那個歷史記憶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說 欸 我們 我們根本對過去是沒有感覺的 那我們對過去沒有感覺就是 就是我們對未來的感覺 就會變得 會失根 那 那這樣的話 就變成說你是 呃 這跟都根很像 有沒有 在我們在做很多都根 就是 你以前發生的那些 你爺爺奶奶你爸爸媽媽 呃 約會的地方 他跟你講的時候 對不起 全部都根掉了 他們以前抓泥丘的地方 也都都根掉了 所以我們是沒有那個歷史的延續跟傳承 好 所以這些 不依依止的存在 會提醒我他們的曾經存在 可以幫助我們去串聯 去理解到透過 透過空間上面 來了解時間的問題 這也是 嗯 如果有興趣的 各位朋友可以去看 然後我們在 現在還有幾分鐘 還有 這位到電話齁 大家看 可以說 先來 都說笑 好 做一個結論 做一個結論好不好 你應該說我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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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剛才有人在講 你們為什麼不上述 窮收看 善罰 便餘善罰 你知道嗎 我们是一个普通百姓 被你惊华生 他审判怎么样 比如说 今天我这个案子 我这个案子 我把你摇出来 说你也是跟我怎么样 结果 我们这里有没有读法律的 有没有读法律的 判刑以后 判刑签定以后不得加重骑刑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样的地方不是这样 我这个案子 比如我把你摇出来 你变成我的下属了 结果判刑 我判七年 你判十年 我所谋呢 我判七年 你判十年 你会哭吗 不哭你上诉 你有上诉人 因为我手谋的 我判七年 我判七年 你是我的下属 你判十年 你不哭 你有上诉 上诉下来变成多少 变成十五年 那你三神要上诉 变成无群土贤 你敢再上诉吗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伟大 你还在替他宣传 我不是替他宣传 就是没有提出 你怎么样对抗这个中华民国 他在欺负台湾人的方法 你一一一的告诉这些年轻 我让他知道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又怎么样 最起碼他人生就他 他会知道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 是啊 所以他在欺负台湾 他又嫌疏了 他怎么怎么说 台湾啊 这是我们故意安排的暗装 那个文理兄 其实他做了很多提醒 他提醒是说 我们的反抗不够 就说 其实反抗不对啊 中华民国是一个 不义的政权啊 那为什么没把他推干掉 为什么现在还存在着 那通常我是觉得 我们不应该对受害者 或者是受难者 承受苦难的人 去苛求他们太多 反而是要去问自己 反过来去问自己 我做了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追究 叫别人要多做什么事情 就自己好像不做 比如说老师最容易犯这种错误 以后就是年轻人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 未来就靠你们的 我做不到是你们要努力做 这怪怪的 那为什么不是我们一起做 其实就是 或者我们在跟下一代 在比哥恩尼学弟妹 讲的时候 很多都是学长姐 然后学长呢 学姐做不到 那你们以后好好努力 其实就是 讲这句话就是等于 拍拍屁股要走了 所以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机会 其实也是让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到底还有很多没有 就像刚刚 陈俊宏教授 刚刚讲的 我们很多未经之业 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值得我们 还继续要去 一起努力 那我们有时候 其实不是因为 有希望 看到未来的希望 我们才要反抗 有时候是在这个 反抗的过程 我们才会为自己带来希望 所以 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来直学星期五 然后大家可以 继续留在这边 然后 明前还要喝酒 你继续在这里 喝酒 我们准备 然后陈明辰先生 然后也欢迎大家 继续留下来 然后如果说 呃 陈森景大哥 要回高雄去了 他特别北上来跟我们 然后我们 再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 我们也同时 谢谢来助全的 曹青龙先生 除了全国务馆以外 还有个地方 可以去 叫做镇南农基金会 镇南农基金会 镇南农基金会 我们这里也有工赌设计 来来 站一下 来 来 你问电话号吗 不是 不是 镇南农基金会 我问你 什么 什么 你看 人家就是专业的 我刚刚还讲两次 背两次 不用 现在不用看了 我开玩笑的 对啊 上网查就可以查到了 下次要把电话背起来 好 这是 这是专业跟工读生的差别 好 非常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 谢谢